你可以我不可以 堪称奥国的经典吃鸣双标语录 关注这件事还称一位乌合麒麟的插谎 因为前段时间的网上的大肆发酵 让我特意去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 至于到底发生了些啥呢 这里就不跟大家详细讲了 相信大家对于这件事可能比我还了解 无外乎就是奥军在阿富汗做的事 然后我国外交部发言 乌合麒麟换话 澳国外交部回应放话 乌合麒麟再次画画 最后两国之间断绝贸易往来 大概吧就是这么个过程 因为一些原因不能跟大家讲的太详细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 两个国家断绝贸易往来所带来的事 近期澳大利亚很多产品的对华出口都受到了影响 澳大利亚各界人士也是叫苦不迭 澳总理莫里森的各种对华政策 不仅危害了中澳关系 也损害了澳大利亚本身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像龙虾葡萄酒等 过分依赖中国市场的产品更是芋头无门 有数据显示 在2018至2019年 澳大利亚有94%的龙虾出口到中国 可以说 如果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市场 澳洲龙虾将会面临滞销的危险 有人会说了 出口不到中国可以去印度 但是对于澳产品的出口受阻 印度也是爱莫能助的 虽然印度也有很多人 但仅仅是人多而已 在消费水平方面 差我国不知道多少 基于现阶段中澳关系紧张 澳大利亚只能把龙虾的价格降低一些 专业补下人士已经停止补牢 补牢成本的过高 使得很多虾农 不得不开始转行 而澳大利亚也寻找过盟友的帮助 他想让印度市场来接受这些商品 还些压力 只不过其他国家的市场并没有中国如此庞大 哪怕印度有着十几亿人口 但也没有办法解决澳大利亚的困境 毕竟 印度本身也是依靠水产品出口来提升经济的国家 同时在葡萄酒领域也是一样 美国虽然在白宫宴会中使用了澳大利亚葡萄酒 但这对澳葡萄酒市场来说 不过是杯水车薪 哪怕有很多国家议员在社交媒体上为澳呼吁 但也只是临时促销 根本没有办法改变长期以往的局面 更何况来自阿根廷 美国 法国的红酒 都可以以更优惠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 澳葡萄酒啊 已经不再占有优势 我给大家举的这两个例子 只是其中代表而已 大家可以看出 自从这件事发生至今 对我国真没多大影响 但是对澳国就不一样了 挤进于毁灭性的打击 那这个咋办呢 莫里森嚣张的话已经放出去了 但是澳国民众他不买账了 澳国的经济与发展 也不允许他在嚣张了 于是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中澳插话事件发酵不到三天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又变联了 澳总理为何突然又态度大转弯 与先前的咆哮 形成天壤之别 在12月3日 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记者会上 莫里森却向中国示好 表示希望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 他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呢 是互惠互利的 这对两国都有好处 还强调 他的目标是让两国愉快共存 对于态度转变的莫里森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许立平将其形容为变色龙 一方面确实受到了澳大利亚国内舆论的压力 数据显示 澳洲近40%的贸易 和约三分之一的就业机会 均与中国有关 失去与中国的友好 无疑会影响澳洲正常的经济生活 另一方面 在客观事实上 我们国家展示的是插画 并非照片 莫里森自觉理亏 转而自寻台阶 转移压力 但从外交上来看 这样的行为十分鲁莽 不理智 值得注意的是 插画事件发生以来 莫里森已经不止一次变调 在12月1日 莫里森突然降低调门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称 插画事件不会削弱澳方 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尊重和感激 他还在党内会议上对议员表示 插画事件不一再扩大 同莫里森态度变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澳大利亚针对中国 依然动作频频 那中澳关系该如何重回正轨呢 要如何消除澳大利亚这种焦虑呢 说到底啊 解铃还需寄铃人 近年来 澳大利亚紧跟五眼联盟的节奏 屡次对中国进行恶意攻击 致使中澳关系降至冰点 面对种种压力之下 澳总理莫里森 不得不转变对华态度 前不久 莫里森刚表示要同中国愉快相处 三天过去后开始夸赞中国在扶贫工作上的进展 在漫画事件爆发后 又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中澳纠纷不会继续扩大 政府正在努力缓和中澳关系等等 短短十几天内四次向中国示好 着实让人觉得可笑 不过 这也都说明他正在试图修补中澳之间的关系 而澳此前对华的态度反复 很可能就是担忧随着拜登上台 澳方会被美国抛弃 所以才积极反华向美交上投鸣状 可以见到随着特朗普任期的即将结束 澳大利亚享受的美国优待也接近尾声了 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 如果不与美国站在一起 将会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可是如今美国都自顾不暇了 本国经济都没有很好的发展 更无暇帮助澳大利亚了 所以澳大利亚目前只能自救 尽量修补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当然啊 如果莫里森没有认识到 是由于自己政策原因 而导致中澳关系紧张的话 那么一切行动和话语都于事无补 不管怎么说呀 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 澳大利亚政府的无能狂怒 事情发酵到这个地步 在旁人看来就如同小丑一般 至于接下来我们国家会有什么样的举动 我不知道 如果站在我们普通民众的角度上来看 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但是站在国家角度 一切都以国家利益为准 国家做出什么样的抉择 以及什么样的态度 就不是我能揣摩的 不过 大概率按照我国意志以来 惯有的以和为贵原则 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呢 也会不了了之的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 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